我是个寡妇,自从夫君病故之后,我便一直住在杏花村,种地养鸡。 我住的地方较为偏僻,房子后面就是一片后山,我常去后山挖野菜,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些蘑菇回来熬汤。 这天傍晚,我又在山上挖野菜,正好一只兔子疏忽而过,我掀开草莲,就看到一个血迹斑斑的男人躺在那里。 我吓了一跳,最近天下不太平,谁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来路,是不是朝廷通缉犯。 见男人迟迟没有动作,我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探了探他的鼻息,刚把手伸过去,一只有力的手就抓了过来,男人锐利的眸子直直地盯着我。 我吓得菜篮子摔在地上,一颗心扑通狂跳。 还好,男人大概是伤得得太过严重,只不过几秒,他脑袋一歪,晕了过去,握着我手腕的手就松了。 我几乎是带着惊觉,提着篮子飞奔回家,插好门栓,喝了些水我才平复下来,望着右手手腕,还有男人握过的痕迹。 草草吃过晚饭,我早早就躺了下来,白日里的景象还在我脑海里回应,山里夜晚气温骤降,男人又伤得那么严重,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。 而且,他伤得那么严重,应该也没有力气伤害我,万一他是好人呢?万一他死了,我就在后山挖个坑,找个草席裹着埋了。 打定主意,我推起家里的板车上了后山,找到了白天男人躺的位置。 男人还躺在那里,我小心翼翼地探上前,还有呼吸,大约是伤口感染,男人发起了高热,摸着皮肤有些烫手。 一米八的男人,饶食我力气不小,搬运起来也有些费劲,大概男人现在更虚弱了,我搬运他的时候也只是轻轻抬了抬毛子。 我是来帮你的,我小声开口,实在是没办法,我顾不上男女有别,摟着男人的腰就往板车上抬,男人炙热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的身体,我的脸忍不住红了。 大约是碰到了伤口,男人忍不住闷哼一声,我手一抖,差点松手让他掉下去。 把男人拉回家,我才发现无从下手,我是个寡妇,为了名声,我也不能找个大夫来给他看病,幸好我出董医里,家里也有些我采的草药,可以先简单帮他处理一下伤口。 将一些阵痛硝烟的草药捣碎,我颤颤巍巍地地伸出手,虽然我是个寡妇,但我却是妄门寡,还未成亲,夫君就死了。 拿着热毛巾,我把男人的脸擦干净,露出了一张俊美无愁的脸,男人渐眉入病,鼻梁很是阴挺,只是嘴唇紧紧,眉头不窄。 我盯着男人的脸,看了几眼,然后开始给他解衣服。 默念,我是你嫂子,我是你嫂子,我哆嗦着手解开男人的衣服,男人身材魁梧,身上竟然还有腹肌。 我的脸一热,别开脑袋,开始给他擦身体,腰腹有个血窟窿,大概就是最严重的伤。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,只能把一些不重要的伤处理了。 等到了脱裤子这一步,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,刚摸到他的腰,他的手就伸了过来。 原来他已经醒了,还好,不用脱了,我心里松了口气,只帮他擦了擦腿。 饶是这样,面对这样一句男人身体,我依旧是面红耳赤。 又煮了些粥,等我喂的时候,男人一直紧紧闭着嘴,喂不进去。 你张嘴,我喂你喝粥,我怯懦地开口。 男人大概是听到了,终于才张开嘴。 喂了一碗粥,男人面色稍微好了些。 家里只有一张床,幸好天气不是太冷,我在地上铺了个地垫,拿了床被子躺在地上。 男女有别,我实在不好意思脱衣服,只能合衣而眠。 正好晚上还可以照顾他。 到了半夜,我终于睡着,就听见一阵痛苦的乌夜。 我侧耳偷听了一瞬,福灵,别离开我。 福灵,大约是他喜欢的女人。 我起身,摸了摸他的额头,额头上的凉毛巾已经热了,烧又发起来了,大概是稍迷糊了。 打了盆凉水,帮他把裸露在外的身体擦了一下。 刚擦到脸,他的手就伸出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 我心下一颤,男人手里的剪磨着我的手。 手上有剪,大概也不是什么人家的少爷。 福灵,别离开我,他还在抑郁。 我不是福灵,你认错人了,我甩了甩手。 还好他没什么力气,我终于还是甩开了。 身边躺了个陌生男人,一夜几乎无眠,天一亮我就醒过来。 熬了一碗稠稠的小米粥,又煎了两个鸡蛋。 要知道,这在乡下都是大家不舍得吃的。 小米只有坐月子的女人才会吃。 我也是为小鸡剩了点小米,鸡蛋也都是要拿去换钱的。 摸了摸男人额头,已经退烧了,为他喝了小米粥,吃了鸡蛋,我便出了门。 出门第一件事,直奔城门口,官府的通缉犯画像都会贴在这里。 还好,没有这个男人,我松了口气,才去药铺。 幸亏城里大夫不认识我,我谎称家里男人出去打猎被捕受家所伤。 大夫听我描述完症状,立刻皱起眉头。 最好是马上送医,拿了些伤药,我便回了家,男人还在床上躺着。 估计男人也没几天活头了,我一咬牙,把家里一只母鸡杀了,炖了一锅鸡汤,鸡汤里放了从山上挖的五指茅桃,汤色成黄明亮,看起来就特别的香。 我咽了咽口口水,然后把鸡肉的骨头挑出来,只留下汤和肉,成了满满一碗端过去。 男人已经醒了,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防备。 你是谁?我叫阮桃,是个寡妇,你晕在后山里,是我救了你,我把鸡汤递过去,男人对鸡汤充满了审视,最后还是端了过去。 你叫什么名字?我是说,我得怎么称呼你?男人沉默了片刻,赵四,赵四,大概是家里排行老四。 我问了大夫,你的伤口的处理,既然你醒了,我给你找个大夫。 我给你拿了点伤药,我把伤药拿出来。 我的设想是趁晚上拉着板车带他去看大夫,正好下半夜出门,天亮能到。 他思考了片刻,不用了,有刀和酒精吗?还有烛火,还需要一块布,烧酒行吗? 原来夫君还在的时候,家里还有些烧酒。 可以,准备好材料,他把刀片在烛火上消毒,对着自己的伤口就是一刀,表情隐忍,痘大的汗力从额头低下来,清完创,敷上伤药,他便躺了下来,胸膛依旧起起伏伏。 他休息了一会,我才开口,你要上茅厕吗? 我清醒之后,上过了。 我衣服是你给我脱的,他盖着被子,只有肩膀裸露在外面。 嗯,我低着头,尽量不看他的身体。 你出去上茅厕,没碰到别人吧? 乡村里,寡妇要是家里有个不清不楚的男人,就等着被人定在耻辱柱上吧。 没有,听到回复,我松了口气。 又到了晚上,我开始在地上铺床,他低头看着我,一脸惊诧,你就在地上睡,家里就一间屋子,我没有地方睡,我局促到。 你睡床上? 男人不容置会。 啊,我愣了一下。 你睡床上,我睡地上,男人开口。 不用了,你生着病,我睡地上吧,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算凉。 那个,你能不能背过去一下,我换个衣服,我灌爱干净,衣服每天都换,昨天一晚上没换衣服,此时贴在身上就十分难受了。 家里就这间屋子,我总不能在外面换,我解释道,嗯,他背过去。 我迅速拿了衣服,虽然知道他看不见我,但我还是面红耳赤,一脸紧张地换完了衣服。 好了,我换完衣服,脸已经通红了,声音也染着思不易察觉的娇媚。 我抬眸看着男人,他的脸也有点红,我忍不住扑斥一笑。 刚睡下,外面就有胖胖啪啪砸门的声音,我闻声起身,你在屋里不要出来,我出去看看,你千万不要出来,叮嘱好照寺,我出门。 外面是个醉醺醺的流氓琴大柱。 娘子,快开门,我来跟你快活。 娘子,快点,谁是你娘子,信不信明天我就把你骚扰我告诉你媳妇,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。 你说呀,谁不知道你那个骚样子是在勾引我。 一个寡妇,穿得那么漂亮,琴大柱依旧叫嚷。 我的身材不错,穿得又干净,又是个寡妇,所以出门总有些男人用不干净的眼神看着我。 你放屁。 我什么时候勾引过你? 院子里有石头,我捡起一块石头,狠狠地砸了出去。 哎呦呦,大概是打中了琴大柱。 他语言不干净地的骂骂咧咧,更加大力地踹着门。 我拿刀了,你要是把门踹破了,我就给你一刀,我哆哆嗦嗦地开口。 许事威胁出了效果,琴大柱骂骂咧咧地走了。 我把棍子扔下,回到房间,男人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 我苦笑一下,没说什么,躺了下去。 第二天,我出门的时候,邻居个大娘就凑了上来。 昨天那个琴大柱又来骚扰你了,我闷闷不乐地洗着衣服。 嗯,我就说家里得有个男人,你还那么年轻,就不想再找个男人,可大娘一脸关切地看着我。 我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赵四那张英挺坚毅的脸。 算了吧,我答应过王生的娘,这辈子不改嫁,王生的娘都死了两年了,你跟王生又没有孩子,在这守活寡呢,要我说你就找个男人,再生个孩子,亲亲热热地,小日子过得多快活。 我,我端着衣服回到家,赵四已经能下床了,家里的凳子坏了,我也不会修,他已经把凳子修好了。 晚上,我要洗澡,你能不能去院子里? 他穿着王生的衣服,王生身量比他短,穿在身上有些滑稽。 他也确实好几天没洗澡了,我答应着。 傍晚烧了一大锅水,他在房间里洗澡,我坐在外面,房间里响着水声,窗户隐隐绰绰地倒映着他的身影,我的脑海里尽是刚就照四那天,看到的他健壮的身体。 他比村里的所有男人都长得好看,人也不粗俗。 白日离个大娘的声音,又在我的脑海里回响,你就不想找个男人。 你就不想找个男人,刚摒弃那些杂念,里面就闷哼一声,赵四的影子摔在地上。 怎么了,我急切地跑上前,刚要开门。 别进来,男人历生禁止。 过了一会,他站了起来,把衣服穿好了,出来了,我断了心思。 赵四属实勤劳,而且恢复得得很快,趁夜帮我把家里的柴犬都劈了。 我望着马得得整整齐齐的柴,又动了心思。 这几天我已经通过闲聊,知道了他家里父母双亡,他是打猎才受的伤,至于打猎怎么能伤成那样,他也没有解释。 既然父母双亡,不介意的话,他可以入赘到我这里。 床上安了帘子,这几日我在床上睡,他睡在地上。 大约家里有男人,秦大柱又不来闹事,我睡得格外沉。 我刚想试探着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,赵四就与我讲。 明日我去打猎,要去一天,我看着他英俊的面旁,闷闷不乐地闻了一声。 打猎可能是他的借口,伤养好了,他可能要一去不复返了。 而且,他还有个叫弗灵的心上人,看着我的情绪不对,他问,怎么了,没事,我做好食物,天蒙蒙亮,赵四拿着干粮就上了山。 我站在门口,望着他的背影,满是闷闷不乐。 赵四刚走,没想到秦大柱的婆娘就闹上了门。 你这个骚狐狸精,自己男人死了,就打别的男人的主意,我这就撕碎了你这张脸,看你还敢不敢勾引男人,就你家男人那种下三滥,白送给我。 我都不要,我气得胸膛起起伏伏。 要不是你勾引我男人,我男人能摔断了腿。 你这个银,父,我这才知道秦大柱摔断了腿。 他摔断了腿,关我什么事? 说不定是他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,走夜路也不怕撞见鬼,村里的人都围了上来,对我指指点点。 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是一句空话,即使我什么都没干过,只要有一句风言风语,就能把我定在耻辱柱上,再也抬不起头。 我,阮陶,要是勾引秦大柱,我不得好死。 你敢发誓,秦大柱要是骚扰我一次,你们全家不得好死吗? 我抄起门口的棍子,握在手里,一副大不了同归于尽的样子。 秦大柱的婆娘愣了几下,然后继续嚷嚷。 你敢说,你这辈子都不会搞破邪吗? 在场的乡亲们都做个见证。 我敢发誓,我这辈子要是和有父之父搞破邪,我不得好死。 你敢发誓吗? 秦大柱要是骚扰我一次,你全家不得好死,你少在这里放屁。 我男人怎么会勾搭你? 秦大柱的婆娘顾左右而言她。 在场的乡亲们也纷纷回过未来,我说软桃什么男的不能找。 要找秦大柱那种下三滥,秦大柱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她摔断了腿,简直是老天有眼。 可是软桃没有相公,谁知道私底下是不是个狐媚子。 直到李正来协商说和,秦大柱的婆娘才兴兴地回去。 李正回去的路上擦了擦汗,这种小事也需要我来说和。 真是看不懂,将军,我们给这个女人留下一笔钱,然后回军复命。 江副官好不容易找到将军,高兴坏了,谁知道将军还安排他进山打猎,还让他去找李正。 他堂堂一个副官,都做了些什么破工作。 天刚擦黑,我都以为赵四不会回来了。 从赵四的言行举止,我已经隐隐知道,赵四绝非凡人,只怕是我一介村妇高攀不起的人。 软娘,赵四手里提着两只野鸡,两只山兔,回来了。 我喜出望外,结果山货,怎么样,没受伤吧,饿了吧,我做好饭了,在锅里,待会我去烧水给你洗澡,不用麻烦,待会我自己烧水,谢四还没有爱麻烦女人的爱好。 谢四掀开碗盖,是腊肉饭,墙上的腊肉已经没有了。 我把剩下的腊肉焖了饭,只吃了几块,剩下的全留给了谢四。 我到柴房升起火,然后一个咬牙,用木头狠狠地在自己脚背上砸了一下。 当时泪水浸出来,我也忍不住哀悠悠了一声。 谢四文声出来,我伸出手,壮若无意地握住了他的手,刚刚木头砸到脚了,疼。 他的手掌宽大,有茧。 存了不僭越的心思,他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,手握住了我的胳膊。 望着谢四抽回的手,我有些失望。 我好像走不动了,我是真的走不动了,拿捏不好分寸,刚刚砸中了。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谢四,你能不能背我回卧房,柴房里的火霹雳啪啦,映在我的脸上。 嗯,谢四低声答应,背上我,他的背格外宽厚,我有些心缘意马。 等他洗完凉水早回去,我已经睡了,地上已经铺好了铺盖,是我硬撑着铺的,他顺势躺下。 听着身边男人的鼻息,我心如肋骨,做好心理建设,咕噜一声,我从床上滚进了谢四怀里。 两个人都穿着单衣,体温透过薄薄的衣服,互相交换。 赵四,如果你不嫌弃我,我小声孽如。 我借着月色,大着胆子伸出手,描摹着谢四的面孔,硬挺的眉骨,高耸的鼻梁,嘴唇,骨铜色的肌肤。 不可。 你我男未婚,女未嫁,谢四冷肃着面孔,这里又没有人知道,何况是我自愿的,你放心,出去没人会知道,我依旧不死心。 你要是不答应,我也可以找别的男人,还未反应过来到底是哪里搁着我,谢四就反客为主,把我压在了身下。 那是,竟然那么疼,我只觉得可大娘漠是在骗我。 完事之后,谢四贴在我的耳边,软娘,你究竟还敢不敢找别的男人? 我泪眼朦胧,不敢了,一阵死去活来,我被人抱上了床,望着地铺上的血迹,谢四格外意外,你是厨子之身。 嗯,我害羞地垂下了头,我是望门寡,和王生本就没有圆房。 第二天,谢四还要出门打猎,我挽着谢四的手把她送出门。 将军,你和那娘子将副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堂堂地谢家独子,不知道多少高门大户的姑娘踏平了门槛,现在却和一个村姑手握手。 将军,不知我当不当说,你还尚未娶妻,这段感情你还是尽早断了得好。 不仅家里老夫人不会同意,要是传出去和一个村姑私混在一起,也会被人耻笑,江副官怒气不争。 我做什么需要你来智慧,谢四冷眼一扫,江副官只能叹了口气,收了声。 早知道他就应该早点找到将军,也不应该让将军犯这个错。 谢四出了门,我就开始处理他打回来的猎物,一只野山鸡留着炖汤,剩下的全部卖到城里的酒楼。 城里的酒楼很乐意收这些山货,我一共卖了三吊钱,拿着这些钱,我割了一块肉,剩下的钱全都买了布。 谢四穿的衣服还是王生的衣服改大的,我心疼他,想给他做两身衣服。 晚上谢四回来,今天的猎物竟比昨天还要丰盛,谢四甚至还列了头鹿回来。 谢四坐在桌子前,手上有道划伤,伤口很深,幸好没有露出骨头。 你这是怎么搞的,我拿出之前剩的伤药,有些埋怨。 那路要逃跑,我追的时候被石头划破了手,他逃就逃嘛,又不是非得裂他不可,我握住歇似的手,给他伤药,心疼得的眼泪滴下来。 伤口可不,有些黑色的,已经干涸的血迹,还有些新的,鲜红的血迹,血肉翻飞。 疼吗,这伤药上上是有些疼的。 谢四应挺得的眉毛皱着,不疼到了嘴边,又收回去了。 疼,谢四一向冷漠的脸上,竟然也能露出些委屈的表情。 见我哭得欲发起劲,谢四慌了神,把我抱在怀里,一个大男人手足无措的温生安慰。 软娘,我是骗你的,这点小伤根本不疼,原来我,谢四说到这里,却又闭了嘴,没再说下去。 气氛一下子冷凝下来了。 我知道,谢四定有事情瞒着我,不然也不会受那么重的伤,被我在后山所救。 我炒了一只野山鸡,就是你昨天裂的,给你留在锅里,我率先打破沉默。 等谢四吃完饭,我便开口,我买了布,你过来,我给你量一下,给你做两身衣服,谢四颇有些惊喜。 软娘,你还会做衣服,她展开双臂,显得尤为肩宽腰细,身姿格外挺拔,趁得我越发娇小。 为了量的准确,我点起了脚,身体也无意识地贴上了谢四的后背,一丝薄红在谢四的耳后四翼。 一番操作之后,我量完了尺寸,谢四今日格外勤快,不仅收拾了碗筷,还烧了水。 等睡觉的时候,她抱着被褥在地上扑,动作却格外缓慢。 我起了坏心思,地上冷,你上床睡吧,我去地上睡,软娘,这床够大,不如我们都在床上睡,俊美的男人贴了上来。 一整路只留了路腿,我推着板车,将路也卖给了城里酒楼,足足换了一定银子。 把板车推回去,可大娘便上门了,她的眼神里颇有些哀奇不争。 软娘子,你家里是不是有个男人? 我沉默了一会,然后答应,是,我家有个亲戚在城里酒楼里当小二, 碰到你去卖路,就告诉我了,你一个小娘子,哪来的本是烈鹿,肯定是有男人,你放心好了。 这是我没说出去,我让你找个男人过日子,不是让你不清不楚地跟男人混在一起, 这男人可有家世,我垂着头,没有,他未曾婚娶,可大娘耳提命面面命,你醒醒吧, 他未曾婚娶,为什么不提娶你,估计就是图一时新鲜罢了。 一个男人住在家里,迟早会被村里的其他人知道的, 到时候你又要如何在村里继续生活下去,没事,你怎知我就想嫁他, 不过是图个短暂欢愉,我脸了神色。 你可大娘不知说什么,只能叹气,我又岂不知谢四没有娶我的意思, 往日王生那些书,他也讲得的头头是道,只怕谢四不是一般家世的公子, 这种绅士的公子,他家里总会来寻他。 夜里云霄雨些之时,我问谢四,你家可还有亲人,谢四抱着我,父母皆亡故, 还有祖母在家,即使心里已经有答案,我还是不死心, 既然我们已经是这种关系,那我们去拜见祖母, 让祖母同意你娶我,我也可以替你孝敬祖母,谢四沉默了。 我从他的眼神里读懂了他的意思,他连骗都不愿意骗我。 第二日出门,我被一个男子拦住,这位娘子可否借一步说话, 听完将副官的话,我才知道有多可笑, 我原就认为谢四身份不凡,却没想到。 谢四竟是当朝大将军,镇国公家的独子,满门功勋。 名字也是假的,赵四,谢四,他好生会骗人。 怪不得我叫赵四时,他常常毫无反应。 这种门楣,即使当个妾室,也是我高攀, 更何况,我不愿于人为妾,既是这样,他又何必招惹我? 我只有一个问题,那你们将军如今是否昏去? 未曾,我心里有数了。 至于你提的补偿,救人本来就是我自愿做的, 不需要你来补偿,我自知身份低微, 确实配不上你家将军,我会按你安排地做, 大概是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容易松口,将副官松了口气。 夜里,谢四又回来了,我叫了一声,谢四,他当即抬头看我。 果真你真名叫谢四是吗?我冷声冷气,是有谁找你了? 阮娘,我不是有意骗你谢四生硬的解释。 那你到底又是个什么身份?我的眼泪砸在地上。 谢四慌了,我本是郑国公家的嫡子,被西夏人追杀,才到了这里。 果然,和白日里那个男人说的的丝毫不差。 难为谢将军还为我做这么低贱的事了? 是名副高攀了,我望着谢四手里的野鸡野兔。 谢四握住我的手,阮娘,我有事与你说,伤养的的差不多了,我现在要回军复命了,前线战事不断,我没办法把你带在身边。 等仗打完了,我一定回来寻你回去,我盯着谢四的脸,想分辨到底哪句真还是哪句假。 说出话已是雅言,谢大将军不必顾及我,家国重要。 不是你们这些将士守卫边疆,我们也不会生活得那么平安。 谢四,嗯,我有些疑惑。 叫我名字,谢四,谢四这两个自留于我的唇齿。 我在内心说了一句,望你珍重。 软桃,等我回来,谢四握着我的手。 我等你,我回握。 我连夜把谢四送上马,他的身边是拉着一张脸的江副冠。 我沉默地把包裹给谢四寄上,里面有两件刚做好的衣服,伴着平安服一枚。 想必他是大将军,也不会穿粗不作的衣服,但毕竟都做好了,我还是由着心意送了出去。 等谢四走了,我便也收拾了包裹,这阵子卖山货攒了些钱,加上之前传的钱,又收拾了衣服。 思来想去,我也不知道去哪,过了粤鱼,边关战士果然吃紧,大将军谢四连破敌军三成的消息传来,我有了主意。 我在离边关还有两成的地方买了方小院子,摆摊卖卤味,卤素材菜卤肉,素菜卖的的多些,肉菜卖的的少些。 生意竟然意外的不错,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,街边的屠夫王大哥家里有五个孩子,娘子在生五娃的时候难产去世,他对我惯常不错。 买肉时常常搭些下水,我便常常把卖剩的鲁味赠予他些吃。 他不愿意续去,怕心腹对孩子不好,寡妇日子难过,老有人骚扰,我们一拍即合,成了一对假夫妻。 外人却不知我们是假夫妻。 生产那天,我疼痛难忍,在心里骂了谢死多句, 王大哥也紧张得的不行。 血液盆盆地端出去,终于,我从鬼门关过了一遭,生下一个皱皱巴巴的男婴,我把孩子取名吴鱼,王吴鱼,小名小宝。 反正谢死与我此生再无半分关系,王家对我恩仲如山,孩子便落了王生的姓。 他呢,仗一打就是半年,刚有些缓息,谢死便回到杏花村。 想找阮桃,阮桃在这里他不放心,他要把阮桃送到京都去。 岂不知去的时候,已经人去楼空了,窗户上还放着当时买的商药,屋子里也落了一层灰尘。 显然,当事人已经走了良久,谢死掐紧了江副官的脖子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做的,江副官使劲想要挣脱,然而谢死的手纹丝不动。 几次脱力,谢死还是放开了手,江副官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 你与阮娘子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,老夫人也不可能容他,我也只不过是让他做出正确选择罢了。 他搬到哪里了,谢死再次掐紧了江副官的脖子。 末将不知,末将真的不知,江副官原来为阮陶购置了宅院。 可保阮陶一事无余,可是阮娘子天天在半路上逃了,逃到哪里,他也不知道。 砰的一声,江副官被谢死踢出屋外,嘴角流出一丝血迹。 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代价,下次你若是还敢自作主张,那你以后就莫要留在我身边了。 将军,莫将知错,江城跪在地上,内心惊惧又后悔。 这些将军,真是战神一般的存在,连夺西夏十八城,听说他一个人就把敌军先锋官的投射穿了,在战场上也都是冲在前边。 那个血枯龙足足有碗口大,不过粤鱼就好了,是啊是啊,这谢将军真厉害,我在旁边听得得胆战心惊,担心谢死到底有没有事,碗口大的窟窿,到底得流多少血。 那,谢将军现如今是否康贱,我色然开口。 旁边的人倒是一惊,谢大将军有天神保佑,自然能逢凶化吉,说话那人又戳戳我,王家娘子,听说将军还未娶妻,你说不知道什么人才能配得上大将军。 听说皇上要把公主嫁给谢将军,只有公主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谢将军吧? 你说是吧,我低着头,低低诺声,是,见我没有再交谈的意思,对方也没再继续说下去。 等我收摊回了家,就在家里点了三炷香,我一片诚心,求佛祖保佑谢死平安顺遂,说巴拉过无鱼,无鱼。 你也白白,王无鱼才三岁,自然是什么都不懂,却也听话地将自己的小身子跪了下去,咚咚咚磕了三个头。 谢死从未那么恨过一个女人,闲来无事时却又想她。 三年了,平安符已经快被妈撒烂了,那个女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任凭她把周边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,依旧没有找到女人的任何踪迹。 不是没有人给她送女人,但她脑海里总浮现出阮桃那张含着泪又坚毅的脸。 江城每每看见谢死那张垂头丧气的脸,也时常后悔将阮桃送走,将军如今这样,也有他的责任。 边关战士一打就是三年,如今西夏终于成任战败,愿意割成通伤。 谢死也开拔回京,大军路过宫城,我知晓谢死大约就在其中,为防谢死认出我,我索性收了摊子。 无余三岁了,如果被谢死知道我们有这个孩子,我肯定争不过他,我不敢拿儿子来赌。 江城从酒楼里买了卤菜,给谢死下酒,谢死第一口就皱起眉头, 这卤菜,你是从哪买的?味道和魂牵梦营三年的味道,实在是太过相似。 酒楼啊,一个小小的卤菜有什么好问的? 入夜,我家的房子被扣响,从门缝里看,是酒楼的掌柜扣门,外面甚至还有冰浆。 我实在无法,只能叫了王大哥去开门。 门支亚一声打开,王大哥站在门口,神色紧张。 掌柜,你为何带着冰将深夜来我家? 你家娘子的卤菜被贵人吃中了,想雇你家娘子几日去做饭,掌柜开口。 实在不好意思,我家娘子今天回娘家了,娘家路远,要好几日才能回来,家里还余些卤菜,不如我给贵人装些,谢四摆摆手,不必了。 我透过窗户,能看见谢四的脸,三年未见,她的脸上更显坚毅,原来古铜色的皮肤也深了不少,眉峰上有一道疤,却又不破坏脸上的美感,只让人显得凌厉。 他们走时,我总觉得谢四如鹰损的目光在窗户逗留了一刻。 见他们走了,我松了口气,却也不得不向王大哥坦白。 卤菜不过是由头,我看那男人想来寻你,既然你对他还有感情,不如就跟他走了。 高门大户岂是我一介农妇可以高攀的,王大哥默然,也是一连几日,城中没有了兵将的动静,大军已经撤离,我才敢出门。 我牵着无鱼的手,一抬头,就看见谢四冷着脸站在我面前。 阮娘,这三年,你让我好找。 即使你隐姓埋名,有些东西你还是改不了,就比如,你没有安全感,门口总要放根木棒,木棒还要消光,系上红绳。 我千算万算,却没想到,是在这里露露了马脚。 谢四扯住了我的胳膊。 吴鱼,叔叔,你放开我娘。 谢四的表情有些不可置信。 阮娘,这是你的孩子。 这是我们的孩子,我抱住吴鱼,我嫁人了,这孩子跟你没有关系,这孩子叫什么名字,谢四看着吴鱼。 叔叔,我叫王吴鱼,吴鱼向来胆子很大。 怎么姓王,谢四表情立刻沉了下来。 阮娘,这是你跟谁的孩子,我已经嫁人了,当然是我相公的孩子。 让开,我要回家了,我面上坦荡,心里却忍不住心虚,这孩子和谢四太像了,长相,性格,无疑不像。 谢四死死扯住我的胳膊,语气有思不易察觉的卑微。 阮娘,我不信,你在骗我对吗? 我不在,你怎么能嫁给别人,前尘已过,还请谢将军放我们母子一马。 我瞥了谢四身后的江城一眼。 夜里,我刚搂着儿子宿下,就听见窗外东的一声。 我有些紧张地起身,就看到了门外的谢四。 堂堂大将军怎么还翻一个妇人的墙头,将军还是走吧,小心我相公醒了。 把米乱棍打出去,我翻的墙还算少吗? 附近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去修水渠去了,王屠夫根本不在家中。 你,我早就应该想到,王大哥去修水渠是谢四的手笔。 吴鱼已经睡了,你小声点,别把吴鱼吵起来了。 阮娘,我想了,吴鱼肯定是我的孩子,年岁。 长相骗不了人,谢四拿出一套小孩的金锁递给我,又递给我一套首饰。 我今天特地去买的,他有些期待地望着我。 谢将军请回吧,吴鱼不是你的孩子,我虽不富裕,也不会要这些财物。 若真不是我的孩子,我也认了,我会把吴鱼当作做自己的孩子养。 阮娘,跟我回去吧,堂堂谢大将军怎会低声求人,但我依旧心硬。 一连几日,谢四都碰了一鼻子灰。 直到我看见谢四躺在院子里,肚子上有个血肉模糊的窟窿。 我吓了一跳,把谢四扶进了院里。 西夏虽然战败,还是有流寇,我被流寇所伤。 阮娘,这几日你还是不要出门了,谢四赤裸上身,身上腹肌快快分明。 我别过头,脸上一热。 谢四目光忧伸,嘴里有醋意。 阮娘,是我身材好,还是你相公身材好? 谢四身上也添了大小不一的心伤,我情不自禁地摸上那些伤口,却又仓皇收回首。 阮娘,我疼谢四拉住我的手,我扯回首,动作却忍不住放轻柔。 给他伤口包扎好之后,我便去了厕房。 如今不是在杏花村的时候了,那时家里只有一间房。 半夜,我不放心,还是起身去看,谢四头上都是汗水,大概是忍痛忍出的汗水。 我拿过帕子,给他擦了擦汗。 阮娘,我觉得伤口裂开了,你给我看看。 还未等我扯开谢四的衣巾,就被谢四拥进了怀里。 他压到伤口,我收着力挣脱。 阮娘,让我抱抱谢四声音浅全。 瓦屋,娘亲,娘亲,小宝在偏房找不到我,哭了起来。 我急忙爬起来,小宝哭了,我要去哄小宝,谢四脸上都是怨念。 我和王大哥的家挨着,中间的墙开了扇门,平时各睡各的,只吃饭在一起。 毕竟王大哥做饭确实一般,所以都是我煮饭。 所以,在谢四推开衣橱,发现没有男人的衣服的时候,他的表情有一丝得意。 小宝,让爹抱抱,对于喜当爹这件事,谢四接受得得很快。 谢四抱着小宝,窝在柴火灶前烧火,真不知道一个堂堂的当朝大将军,烧火竟烧得得如此熟练。 唯一让他格外怨念的就是,他一遍遍纠正,小宝,你的名字叫谢无鱼,小宝一本正经,声音软软糯糯。 叔叔,你叫错了,我叫王无鱼,谢四的脸色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。 但小宝依旧很喜欢谢四,毕竟谢四会带他骑马,还给他买了支木箭,小宝每天威风凛凛地挂在腰间。 我出门买菜时看到了江副官,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,如果你是劝我离开谢四,我只能说,不是我不离开他,是他赖在我家里,劝我不如去劝你们将军,江城跪在地上。 还请夫人饶恕我当年的所作所为,当年夫人离开之后,将军一直念念不忘,这么多年以来,将军身边也没有女人,如果夫人对将军还有情,还请夫人多心疼将军,他真的过得不容易,谢四没有女人我也相信。 毕竟他表面风光,好几件礼衣都破得得稀碎,一看就没有女人在身边。 江城你还是起来吧,我只是个妇人,你却是保家卫国的将士,我当不起你这一跪,你又不是买不起礼衣,又何必穿得得那么寒酸,依照记忆中的尺码,我从街上买了成衣给谢四。 买成衣的时候,还闹了脸红,卖衣服的人以为我给王大哥买的,拿着王大哥的尺码,谢四身形高大,自然穿不进去,我只能谎称是家里弟弟来了,给弟弟买的。 那两件是你做的,我倒没想到,我做的两套衣服,谢四竟一直贴身穿着。 新的成衣是买的,谢四很不满意,一直让我给他在座挤身,不情不愿地穿上了。 他身上的血窟窿一直不见好,人却很精神,那次被我救下,伤得得更严重,可是好的得很快。 我存了心思,白天故意和他形影不离,晚上直接把小宝揣进他的被窝里。 小宝尽职尽责尽责,一有风吹草动,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的爹,谢四毫无机会。 果然,等他单独在屋里,我一推门,就看见他鬼鬼祟祟不知在鼓刀什么。 我扯开他的衣服,他手里正拿了一把小刀,刀上还有血迹,果然,快要长好的窟窿,又开始淌血。 我一巴掌扇过去,苦肉计演得得很好,是吗? 谢四被拆穿之后,没有一丝尴尬,总比媳妇跑了强,三年不见,这四脸皮比城墙都厚了。 王大哥回来之后,我向王大哥说明,便辞行王大哥,跟着谢四去了京城。 我随着谢四,看到了谢家祖母,小宝一派油嘴滑舌,一口一个曾祖母,把谢老夫人斗得得格外开怀。 原以为谢老夫人接受不了我,没想到谢老夫人听完我的经历,握住我的手。 孩儿,是你救了四儿的命,还给他生下那么宝贝的一个孩子,他的命都应该是你的。 谢家本就不讲究什么门楣,赶明我就进宫请陛下给你们赐婚。 我也见到了谢芙玲,谢家二房的嫡女,谢四的堂妹。 等我状若无意提到谢四发热时喊谢芙玲的名字,是不是对她芳心暗许? 谢四一脸,你是不是变态的表情,却又后知后觉? 你就因为这个,所以才离开我,芙玲是我的妹妹,被圣上封了文尚公主去和亲。 我从来就不信这种粉饰太平的东西,所以去把芙玲抢了回来,一方面也是给西夏一个开战的理由,结果被奸人所害,才会受伤被你所救。 我受伤的时候,芙玲也滚下了山崖,幸好被江城救下来了,芙玲和我有血缘关系,你脑子里在想什么? 你为什么不问我? 我哑然 我与谢四成婚,婚礼声势浩大,婚后我又被封为一品告命夫人,谢四一战,保国家六十年,平安,没几年她便辞官,与我游历便山川美景。 你为什么不问我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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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他们人总让你혼岩 aggressively血了。